在六道之中 以地狱道之痛苦为最甚 地狱道只是一个统称 其实它可被细分为八大热地狱 八大寒地狱 禁边地狱及孤独地狱四大部分 除孤独地狱外 其他地狱均为众生之集体共同业力所创造的 造作最重恶业者 会投生于地狱道中 经历几十万亿年 才有可能离开此道之苦 死后堕入地狱道的人 临终前会有十五种现象 佛陀说 恶人死后会堕入地狱道 当时 释迦牟尼佛说完这番话后 摩羯陀国的国王阿舌士又向佛陀发问 尊者 您说恶人死后会进地狱 您怎么知道 有谁亲眼见过呢 又怎么知道 他们会变成恶鬼或畜生呢 还有 谁见过他们会变成人或天界的情形呢 佛陀回答道 大王 请全神贯注地听我说 我将为您解释 让您明白 大王 您应该知道 当一个人临终时 会出现十五种征兆 表明他们将堕入地狱 成为恶鬼的人有八种特征 成为畜生的人则有五种特征 而成为人或天界的人则 各有十种特征 大王 请听我详细解释 哪些是堕入地狱的十五种特征 一 他们会用邪恶的眼光 看待自己的亲人和配偶 二 他们会举起双手 在虚空中摸索 三 他们不听从善知识的劝告 不顺从教导 四 他们会悲叹哭泣 乌液流泪 五 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 大小便失禁 六 他们会闭上眼睛 无法睁开 七 他们会常常用手覆盖头面 八 他们会侧身躺下并饮食 九 他们的身体和口中会充满臭味 十 他们的脚和膝盖会颤抖 十一 他们的鼻梁会歪斜 十二 他们的左眼会瞬间跳动 十三 他们的双眼会变得发红 十四 他们会仰面躺下 十五 他们会全躯身体 侧身躺在地上 死亡后 灵魂又轮回重新投胎 成为另一个人 像车轮一样转动不停 循环不已 而在轮回中又有六道 如果一个人不断行善积德 在轮回的时候就会往上升 如果作恶就会往下降 现在来看看来自六道的人都有什么特征 首先是地狱道 来自地狱道的众生 他的声音像嘶哑破音 像罗声 急促声 恐怖声 高声 浅声 胆小怕事 如果做梦 经常梦到大火燃烧 或山川移动 或见汤锅沸腾 或见被人拿着棍棒追逐 或者自己被枪毛所赐 或梦见罗刹女 或者是群狗 群向追逐 或见自己四方持走 没有落脚之处 来自地狱道的人一般言而无信 身边没有亲朋好友愿意接近 从地狱道受暴进后转生人间的人就有如上特征 畜生道 据心意婆沙论中说 诸有情因造作种种于吃业 或因身与异各种恶行 多于畜生道中 夜报差别经中说 聚造十夜 得畜生报 一身行恶 二口行恶 三意行恶 四从贪而起诸恶 五从称起诸恶行 六从吃起诸恶行 七悔骂众生 八脑害众生 九师不敬物 十行于邪淫 畜生道种类繁多 差别不等 正法念处经说有四十亿种 来自畜生道的人 言语少二迟钝 愚笨无知 极懒惰又好吃 爱吃不净之物 如泥土类 性格切若无能 不善言辞 好与愚痴炙热交往 喜欢待在阴暗无光明之处 脏水也喝 草木也啃 喜欢用手脚挖掘土地 爱摇动头脑来驱赶营虫 常常好抬头 哈欠不断 嘴里没有东西 却经常想咀嚼食物一样 喜欢随地坐卧 而不避讳污秽 常喜欢凭空闻东西 好裸露身体 所说的所做的 往往怪异而不真实 喜欢欺骗人 做梦的时候 时常会梦到泥土土身 或者梦见自己在田野里吃草 或梦见自己被众多的蛇所缠绕 或者梦见自己在山谷丛林之中 从畜生到抱近转生人间的人 就有这些特征 恶鬼道 暗鬼类中有叶叉 罗刹等巨大威力者 巨大成一章卷八莫载 所谓恶鬼者 常积虚 故为之恶 孔切多位 故为之鬼 此鬼类雷若丑恶 见者皆生畏惧 穷年足遂不遇饮食 或居海底 或进山林 乐少苦多 而受长劫远 以稀释贪疾 欺狂于人 有此因缘 故度恶鬼道 佛教中著名的不识方法 诗识 对象即是恶鬼道众生 于兰盆会 也和恶鬼道众生有关 来自恶鬼道的人 头发卷而且发黄 眼神很凶恶呆滞 常常觉得吃不饱 也喝不够 既小气 又喜欢妒忌他人 脑子里一天到晚 想的都是吃喝之事 喜欢在背后说他人是非常短 眼睛发红 常常喜欢储蓄财物 而不舍得花钱 又常常有占有他人财产的念头 见他人使用 就心生舍不得 听到别人说起好吃的东西 心里就不高兴 甚至在街头巷尾 看到他人遗落 或者扔掉的水果和粮食 便心生贪念 而去食简 从恶鬼道报尽转生人间的人 就有上面这些特点 阿修罗道 阿修罗是佛国六道众之一 天龙八部众神之一 说他是天神 却没有天神的善行 和鬼欲有相似之处 说他是鬼欲 可他具有神的威力神通 说他是人 虽有人的七情六欲 但又具有天神 鬼欲的威力恶性 因此 他是一种非神 非鬼 非人 介于神 鬼 人之间的怪物 转生到阿修罗道者 过去虽无大恶行 但是轻慢心很重 非常的骄傲 不是瞧不起别人 就是嫉妒别人比自己优秀 从阿修罗道来的人 傲慢无比 常常爱发脾气 好与他人争斗 心胸狭窄 爱记仇 这种人一般长得身体健壮 眼白像犬直一般 牙齿长 而且露在外面 身体勇猛健壮 力气很大 喜欢打架斗殴 也喜欢搬弄是非 离间他人 牙齿输缺爱 瞧不起人 来自修罗道的人 造书论述 言语一惊微周密 也有智慧力和烦恼力 喜欢保养自己的身体 从阿修罗道 抱尽转生人间的人 就有这些特征 人道 众生因不善业而投生于三恶道 而因善业而感召生于三善道之果报 在三善道中 生于天成道福报最大 修罗道次之 人间则再次之 但人间却是最适宜修持佛法的地方 在人间投生 要饱受八苦 这八苦分别是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爱别离苦 愿曾会苦 求不得苦 五因赤胜苦 不过虽然在人道之中苦不堪言 但也是最容易修成正果的一道了 从人道转生投胎过来的人 一般贤良正直 喜欢亲近善人 诋毁恶人 喜欢追求名门望族 忠实厚道 守信用 喜欢声誉 爱好琴棋书画等艺术 敬重智慧 知廉恥之心 心性柔软 知恩图报 与人打交道 喜欢顺从他人而不违逆 好善乐师 懂得观人 能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取有益的经验 能言善辩 能领会他人的意思 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 也可能与人背道而驰 善于言语 能通达种种语言 并且不忘记 也能分别是非 从人道再转生人间者 有这些特征 来自天道 天道是六道中最高等的存在 天人们所过的生活 在过去现在因果经中 有着迷人的形容 例如 他们的身体极为清静 不受尘垢染污 就像琉璃一样 充满着光明 两眼更是清澈明亮 只要心有所想 就能心想事成 因而心态上 能时常保持欢乐示意 平日更以天乐清阳作为娱乐 乃至饮食衣物 就似魔术幻化一样 只要心念一动 就应验而至 天道下来的人 往往为人端正 喜欢清静 喜欢梳妆打扮 爱用香织物点缀涂身 喜欢洗澡沐浴 以除去身上的污垢 对人间财 色 名 识 睡等五种欲望 也比较简单 喜欢声乐和歌舞 只与有才德之人交往 不愿意结交世俗的下人 喜欢住楼阁 高堂 心地慈软 所说言辞柔美 谈吐优美 能令人欢喜 特别喜欢穿戴 做事情精勤不懒惰 从天道投胎做人者 有这些特征 佛说六道轮回 所以一切众生都可能是我们的六亲眷属 所以佛教常叫人戒杀放生 多做善业 修行佛法 方能摆脱六道轮回 往生到诸佛国土 直至成佛 我们众生也要看到那些下三恶道的人 要引以为戒 活着的时候 当谨言慎行 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 更不能昧着良心做坏事 遭见自己 也遭见他人 更重要的是 自己生前就为自己自掘坟墓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